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公报私仇 私仇 我认识你吗 我记下来了 你就是那个随便在路上 搭讪找男人要电话的消息 没想到会在麦谷见面 还成了同事 上次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的 我跟你道歉了还不行吗 我拜托你不要这样公报私仇好不好 我说新同事 我奉劝你在公司要小心做人做事 这样才能在公司立足 苏曼的确是这家会计事务所的总经理 更没想到的是 这个苏曼他有NBA课程教育背景 在会计事务所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业绩也十分突出 跟老板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几天突然不在正常上班了 离职了 没有 听他同事说 他只有下班之后才会事务所工作 原因呢 不清楚 他同事也说是苏曼的个人原因 少帅 他会不会是商业间谍呢 不会有那么笨的商业间谍的 从小文员做起 何年何月才能接触到公司的机密呢 那这个苏曼到底图什么呢 你多注意观察他平时的举动 他的身份 先别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迈克 是 是 那我先出去了 今天真是倒霉 估计又在秦川那儿挨了一顿皮啊 新人吧 难免会出错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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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电梯来了 没关系 现在人多 我走楼梯 没关系啊 一起走吧 走 检查写完了吗 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啊 写完了就是写完了 没写完就是没写完 人家就差不多了 什么意思 写完了 拿了我看 现在 哥 是不错 但这内容怎么像是从网上抠下来 检查不都差不多吗 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不要 把你发自内心的写出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 重写 好 还是要手写吗 当然 没问题啊 那你是要刑凯 卫碑 小传还是立书 自己工整就可以了 喂 喂 喂 怎么这么快就有新检查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公报私仇 私仇 我认识你吗 我记下来了 你就是那个随便在路上搭讪找男人要电话的消息 没想到会在卖谷见面 还成了同事 上次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的 我跟你道歉了还不行吗 我拜托你不要这样公报私仇好不好 我说新同事 我奉劝你在公司要小心做人做事 这样才能在公司里足 又有什么事 上次我跟你借了150块 这次我连本带利换200块 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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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 好 演奏 对不起 没关系 你没事吧 埃里克斯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上次会议室的时候 上次在会议室 是我的错对不起 我已经选过检查 也反省过了 没关系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曼 你好苏曼 有事找我吗 文具给你 谢谢 我叫苏曼 你还记得我吗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曼呢 你好苏曼 我叫苏曼 你